第四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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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是小生叔叔 中秋節快到了 所以呢,我今天故意拍這個 泰國蝦 的處理方式 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我們平常 泰國蝦買回來,其實它在池子裡面 還是蠻髒的 那我們 買回來的時候,泰國蝦 最好是先用自然水 先泡個十分鐘 左右,讓它吐一些髒的東西出來 那我今天就先教大家 怎麼來處理 泰國蝦的修飾 這樣大家吃起來 方便又簡單 也會很輕鬆 那我今天打算做的是 研舉蝦就是烤蝦 那 這個徹底的腳先把它剪掉 好,處理我們才會處理太過蝦 這時候腳把它剪掉 剪完之後我們把這個尖尖的地方 跟虛 也都剪掉 在吃的時候等一下會比較方便 把它剪掉 然後它就沒有剩下眼睛 再來另外一個點就是 我們要把它的 一些內臟 蝦子的內臟是在頭的地方 前半部這個地方 我們挖這個內臟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夾子兩個夾子中間 進去,剪刀稍微斜斜的進去 進去之後 首先自己後面的手 然後再往上提 你們有沒有看到? 然後髒東西就出來了 這就是蝦子的內臟 不要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比較髒 然後挖出來內臟之後 剩下的東西就是一些蝦膏 蝦膏 這是我們要吃的 對 腳剪掉 蝦膏 嘴巴的地方往下刺 再往上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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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要小心不要去弄到嘴 你看這個是它的內臟 髒細細的 把內臟不要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剩下裡面的就是一些 我們要的蝦膏 看到蝦膏嗎? 點一下 蝦膏 裡面有黃色的蝦膏 那蝦子我們要看 所謂的蝦子要吃這種紅頭的 它的背後面 就會看到一塊紅紅的 稱為紅頭 紅頭就是它的蝦卵非常的飽滿 它裡面會有蝦子的卵 然後我們稱為紅寶石 紅寶石就是蝦卵 那除了剪剛剛我們剪的腳的地方 跟前面的蝦的地方以外 我們也可以在它第三節複節 第三節的複甲 這邊多開一刀 那我們之前先可以先把那個 用竹先都剪掉 用竹也都剪掉 這樣下次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在第三節的地方剪一刀 這邊也剪一刀 好 這個剪這一刀呢 因為蝦子第三節是剛好彎起來的地方 這個地方剪一刀 等一下我們剝色會非常好 一都剝起來之後 等一下禮拜就拉出來了 好 那我現在也先把這些全部都處理完之後 我再教大家怎麼來做 家裡的烤蝦 哈囉 我們回來了 剛剛我們已經把那些 髒髒的東西 衣髒啊 胃啊 都已經挖掉了 你看蝦子多肥美 然後呢 該剪掉的腳也都剪掉 哎呦 這有一支腳沒中 算了算了 我們剛剛說的第三節的地方也要剪開剪開 那這樣子等於 等一下我們在剝的時候 會非常的方便 這樣子就吃起來 也不會擔心就吃到黑黑的 如果你今天是在釣沙場釣的 那你就會吃到你剛剛 你釣沙場所釣的鵝 就會卡在這邊 那我們把它拿掉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首先我們今天要做的延續蝦 大概就是準備了一些 鹽巴 鹽巴 那我們就把鹽巴直接灑在鍋子裡面 直接灑在鍋子裡面 然後再把蝦子擺了進去 好 現在我們把蝦子啊 放到鍋子裡面 然後下面鋪了一層鹽巴 那火不要太大 我們火在中火就好了 一般瓦斯爐的火中火就好了 那我們要怎麼去判斷呢 它蝦子熟了 我們等一下會從蝦子的背部 它會從下面先開始紅起來 那紅到中間一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做飯麵 那再來這個鹽雞蝦呢 每個人喜歡吃的味道 可以自己來做添加喔 比如說你喜歡吃大蒜的 你可以剁很多大蒜的末 大蒜末 然後直接把它灑在上面 直接把它灑在上面 那有些人喜歡花椒 你可以用花椒粉 直接灑上去就好 然後把蓋子蓋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多加一個風味 那因為祖祖家裡都小朋友 所以不吃辣 也不吃特殊的味道 所以我們就吃鹽味 所以就只有用鹽巴而已 那胡椒我們家也沒有吃 所以就單純的鹽巴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看蝦子的背是不是越來越紅了 好 那大概是 火開始開起來之後 大概是三分鐘左右 我們可以做計時的方式 可以把它計時 蓋起來之後計時 大概三分鐘 我們再來做飯麵 那三分鐘到了 我們來打開看看 大家有注意到嗎 蝦子的背 已經紅到快過一半了 已經紅到快過一半了 從背部的地方才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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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這個時候的時候 我們就拿夾子把它做翻面的動作 我們可以把它翻面 你看我翻下來 看起來就很好吃 那我們把它全部翻完面之後才繼續 我們現在已經翻面翻完了 你們有注意到嗎 叔叔 烤下的時候 頭是向下面 頭是向下面 因為鍋子的中心點 溫度比較高 那因為頭的厚度會比較厚一點 所以頭上下面這樣子 頭等一下手度會比較高 好一點 那我們現在翻完面了之後 如果你覺得鹽巴不夠了 因為有一些鹽會被黏起來 你可以在旁邊周圍 周圍再灑一下 周圍再灑一下 那位置蝦子要敲 蓋子繼續把它蓋起來 再過三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今天的蝦子是中等蝦子 身材不會太大 所以大概三分鐘 如果你的蝦子很大的話 可能要悶到四分鐘 單面四分鐘 兩面起來大概八分鐘 通常蝦子都可以瘦 那我們現在繼續等待下一條 聞到好香喔 烤蝦的味道很香 阿對了 烤蝦有些人喜歡用 讓它烤的一點點膠 就是讓它烤乾一點 然後讓它 稍微焦掉又多一種香氣 那這是看個人喜愛 那我們剛剛又蓋起來過兩分鐘了 現在我看一下 尾巴的地方還有點綠綠的 我們可以繼續把它悶著 再悶個一分鐘左右 那只要已經熟了蝦子 其實我們夾起來 夾起來也會有感覺 會比較稍微輕一點點 稍微輕一點點 那我們繼續把它蓋起來一分鐘 三分鐘到了 我們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再把它翻回來 剛剛那個舊的麵 再讓它焗一分鐘 這樣子會幫它水分收乾一點 會比較好吃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把一隻一隻的翻 一隻一隻翻過來 再把它焗乾一點 那記得火朝下 火朝下 然後這樣蝦子一隻一隻翻過來 好 那我們來翻把它翻完 好了 我們最後一分鐘 好了 現在要起鍋了 看起來沒有很好吃 很爽對不對 看起來想不想吃啊 那我們現在這樣子就可以吃了 因為它正面都熟了 而且上面的水分也都收乾了 那整整才用了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自己又可以做一盤 鹽焗蝦 很棒吧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也可以一起試看看 然後我覺得這個倒菜 大家其實的火度超級高 然後大家都喜歡 那希望我的影片也記得訂閱 訂閱你們 我之後有想到什麼 再跟你們分享 那 那對了 我們國底這些鹽巴呢 非常容易清洗 我們只要把火關起來之後 拿到洗手台 然後水直接沖下去 它就掉下來了 非常的方便 有沒有看到 看非常的好清洗喔 有沒有看到 都起來了 所以這道菜 清洗又方便又實惠 哈囉 謝謝你們 掰掰 快點 看哈哈 我們可以聽到 是的 那可以看 你 對 有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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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